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刻就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喜宴 把女儿黄月英给嫁到了诸葛家去 在当时 诸葛亮娶妻可是地方上的一件大事 只不过 地方人士认为 诸葛亮怎么会选到一位相貌不相配的丑妻呢 才子配不到家人 总是汉式一件 结果竟让好事之徒编了一句离宴 广为流传 莫作孔明则妇 只得阿成丑女 意思是找老婆可不要学孔明 否则只能选到黄月英这种丑女为妻 成为地方的笑谈 民间传说 黄成燕的女儿黄月英外貌不好 黄头发 黑皮肤 长得很丑陋 但是历史上关于黄月英的证实记载并不多 主要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东晋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 裴松之引著的《襄阳记》 上头记载着黄成燕在跟诸葛亮提亲时 对自己女儿的描述 内容是这么写的 文君则妇 身有丑女 黄头黑色 而才堪相配 另一个则是来自原莫明初《三国演义》罗冠中 对黄成燕女儿黄月英的描述 上头写着 五侯之子诸葛瞻 自思远 其母皇室 即黄成燕之女也 母帽甚露 而亦有奇才 上通天文 下查地理 凡韬略顿甲诸书 无所不晓 午后在南阳时 闻其贤 求以为师 这两段记载的共同处诗 黄成燕的女儿很丑 不过也很有才华 以时间的先后来看 是东晋南朝的裴松之 先写了黄成燕跟诸葛亮提琴时 所说的这八个字 身有丑女 黄头黑色 九百多年后 原莫明初的罗冠中 才引诱了黄女冒陋的观点 于《三国演义》中 所以严格地说 黄成燕的丑女之说 主要来自裴松之 对《三国志》的注解 但是听众朋友 如果我们细心体会 从裴松之的引注中 我们只能得到 黄成燕跟诸葛亮说 她女儿很丑 以及当时地方人士 将诸葛亮取丑妻 引为笑谈 这两个观点 但是黄月英真的很丑吗 我们试着来推敲推敲看看 黄成燕的夫人 来自当时金香地区 最有名的望族蔡家 黄夫人的妹妹 还嫁给刺世刘表当济世 刺世刘表非常疼爱 这位来自蔡家的夫人 也就是说 黄月英的小阿姨 应该长得很美 否则刘表 怎么会对这位夫人言听计从 将原本对大儿子刘琦的疼爱 转移到二儿子刘从身上 合理推论 黄月英的母亲 应该也长得不差 所以黄月英长得很丑 有可能是黄成燕 跟诸葛亮提亲时的自谦之词 更有可能是黄月英这位奇女子 想考验诸葛亮 故意要父亲黄成燕说 他的女儿很丑 看看诸葛亮是否会以貌取人 至于地方人士 莫作孔明则父 只得阿诚丑女的笑谈 很可能是无法跟诸葛亮 结为亲家的名门归秀 因嫉妒黄月英这位奇女子 与奇才子诸葛亮的这段姻缘 结合一些好事之徒 所编织出来 以讹传讹的诋毁之说 袁莫明初的罗冠中没多加细想 就在他撰写的三国演义这本历史小说中 直接采用了孔明则阿丑 容貌与才华不相匹配的夸张叙述 以吸引读者的眼光 所以黄月英究竟是丑是美 此处我们就不妄加议论 留给听众朋友一个空间去想象了 在东汉那个年代 出身旺族的大家闺秀 是不会随便抛头露面的 估计没有几个人见过黄月英 而且黄月英在出嫁时 依照当时的习俗 随身会携带着一把扇子 随时将脸遮起来 等到亲友都离开之后 才会拿下遮脸的扇子 这种习俗称为雀扇 雀是旺之雀部的雀 有文采有才华的新娘 甚至会要求新郎先做首诗 合格了才肯放下遮脸的扇子 能让新娘放下扇子的诗 就称为雀扇诗 估计以黄月英洋溢的才华 与奇谋机制 不跟诸葛亮对上几首诗 是不会拿下那把扇子 让诸葛亮看清他的容貌的 民间传说 黄月英出嫁时戴的那把扇子 就是诸葛亮那把文明还语的 额毛扇 这把羽毛扇 伴随着诸葛亮南征北讨 从不离身 似乎有种见扇如见人的感觉 扇子就代表着黄月英 随时陪伴在诸葛亮的身旁 于是只要轻摇雨扇 就能提供他思考的源泉 侯文集中都记载着这么一段有关黄月英剧面的事迹 剧是工具的剧 面是面条的面 剧文京香缅南地区流传的皇室剧面的内容是这么说的 诸葛亮娶了金香旗女子黄月英之后 在金香的声名越来越响亮 家中常有大量访客 尤其柏林的崔周平 鲁南的孟公威 尹川的徐元直 与石广元等人就经常到诸葛家 品名吟师 谈论时事 有一天正值中午用餐时间 诸葛家一下来了数十位宾客造访 诸葛亮请黄月英下厨 煮面招待宾客 没想到黄月英没花多少时间 就煮好了面送上来给大家享用 诸葛亮觉得奇怪 家中并没有那么多的面呢 就跑到厨房去看 发现有许多木头人 有的木头人在酌卖 有的木头人在磨卖 而且韵磨如飞 这套木头磨面机器 让黄月英做起面来省时又省力 也让诸葛亮非常佩服 马上请黄月英 叫他如何制作这套磨面机器 以及背后的原理 后来诸葛亮带领蜀军七情梦霍 六出齐山的这些军事活动中 所发明克敌制胜的连弩工 以及帮助运送粮草的牧牛流马 背后的机械原理就是来自黄月英的传授 黄月英嫁给诸葛亮后 将诸葛家中大小事物 不管是粗活细活家事农事 生活待人接物都处理得有条有理 井然有序 让诸葛亮完全无后顾之忧 黄月英除了温柔体贴的相夫之外 黄月英的教子也相当出色 他的孩子们不论是诸葛瞻或者是诸葛怀 都不贪慕荣华富贵 均能坚守忠义 拒绝魏晋两朝的利诱与封赠 更特别的是 黄月英还在龙中广植桑树 协助推动蝉丝的生产事业 黄月英种植的这些桑树让龙中更美 也成了宋朝诗人苏东坡万山 这首诗的灵感来源 回头望西北 隐隐归背起 传云古龙中万树桑拓美 如果没有了黄月英的桑树 可能也就没有了苏东坡的万山 这首诗 黄月英过人的机智才华 与贤淑品德 配上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与忠义精神 东汉三国这一段奇女子与奇男子之间的奇妙姻缘 以及才子则丑女真情不渝的千古传说 或许是上天有意为我们留下一个夫妻相处 与相夫教子的家庭典范吧 下一集我们会跟听众谈谈大家最熟悉的三宫茅庐 刘备与诸葛亮的初次见面 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节目 再次告一段落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